新华社莫斯科12月18日电,记者鲁金博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在参加国防部扩大部会议时要求,俄罗斯军队2019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核三位一体的作战潜力。 普京说,俄罗斯核三位一体武器现代化水平,达到82%,显著提高了俄罗斯军队的作战潜力。 核三位一体指一个国家同时具备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前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 普京说,先锋超音速导弹开始量产,萨尔玛特洲际战略导弹成功试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参加试验性战斗执行,以及激光武器佩列斯维特进入战斗执班等最新武器的研发和应用,将长久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 普京强调,限于世界政治军事局势的发展,俄军队必须拱共发展所获得的成就。 俄军队未来发展,还将重点关注无人驾驶系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的应用。 搜得怀中,与抗日老兵合影。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卖着国家攻击日。 历史已经过去81年,历史并不封存于档案现实之中。 但是,亲历者的故事再不去听,会随着人的事情而淹没。 幸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与世界赛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寻访这些做抗战口述史的人。 他们终有90后,有七许老人,有学生,有退休干部。 他们进入的也许只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网过。 但让这些略显瀉肉模糊的故事走出历史迷雾,也许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民间。 老人只回答是与不是,剩下的时间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 那天我们家知道日本人进城了,准备逃到国际安全区,精灵大学院校之记者住, 在快到学校的地方,遇上了日本兵。 我爸爸和姐姐都被他们打死了。 我吓晕过去了。 醒来以后已经在安全区了。 面对镜头,老人哽咽着讲述那场似乎已经遥远的灾难。 说到一半时,摆摆手,要是自己不愿意再讲了。 伍黎松是一学生停止提问和拍摄,录着现场一片寂静。 老人名校长志强,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批性痕者。 新华日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段门口的塑像,就是以他们一家为原型的。 从2016年开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伍黎松带着学生做南京大屠杀性痕者个体生活史项目。 项目酝酿时有114位老人在世,项目正式启动时有112位老人在世,今天还剩96位老人。 我们不想过于强调大屠杀那几周的记忆,而是希望老人给我们讲述这个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 两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从那场灾难里走出来的人,一生都笼罩在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 古黎松说,有一位叫任建平的老人,面对访谈时不说话,或者只回答,是,也不是,剩下的时间。 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古黎松和学生们,这个老人是G013差里的原型。 我告诉学生,不用采访了,这个老人对世界非常失望,只是在等待离开。 古黎松说,我们在做灾难口述史的时候,让喝手一些道德。 只接受了这一次采访,老人就去世了。 两年来,古黎松带领团队,对51位幸存者做了150余策口数史料采集,整理出124万字录一时录稿,制作完成四集纪录片。 每次叫队书稿时,古黎松都会流泪,我特别想对大学生们说,要珍惜现在的和平时代,因为当天崩壁烈时,你能不能活着,是非常随机的一件事。 穿越时空与外公相遇,从家族史挖洁出永安浩劫,1999年的一天, 胡瑞领无意中翻看,老暴人义东南日报,发现书中居然有自己的外公。 那一刻,胡瑞领才知道,外公叹例行其实是拿笔杆子的,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暴人。 正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8年来,胡瑞领遍询外公早年的足迹, 张超扫描他办过的报刊上的文章,在一份1943年11月6日出版的东南日报上, 他发现了永安浩劫的报道这对他,甚至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此后,胡瑞领陆续访问了焦育家高石良,书法家赵玉林,战地记者赵嘉欣, 讲早事件主要人物陈镇,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高雄飞, 从家族史一步步挖结出掩埋在律史掌合中的永安浩劫, 一段被淹没的抗战律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抗战期间,作为福建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的永安保受磨难, 自1938年6月3日起的七年时间,日积空袭永安107加4以上, 头戴数257枚以上,据不完全统计,造成人员伤亡503人, 其中,伤254人,死亡249人,间接死亡512人, 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起义24275,515人。 1943年11月4日,永安大轰炸, 敌基16架头戴135枚,死亡209人, 伤186人,流离失所者4022人, 胡瑞领将文字和影像资料集合成为记录片永安浩劫, 揭开东南日报报人群体,永安大轰炸, 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主任来得Christopher Rand, 在华记录,高雄飞,对日银监索陪安等一系列相关事件, 力求回到历史现场,胡瑞领说,穿越时空, 我与外公相遇,我努力探索陈寅克先生所说的致使者, 应据了解之同情,这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门禁, 通过诸种史料文献的比对护证,力求使我的研究接近求真的事实, 从日本老照片里,发现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 这本项刻里是日本军官杀人的直接罪行, 左上角的日本军官拿刀,慢慢插入中国挑夫的身体, 这个挑夫表情已经非常痛苦了, 但是军官根本没有要停下来,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731的魔部队, 90后男生邹德怀,做口述使的方法不一样, 他不采访活人,而是选择让老照片说话, 用另一种形式记录新华日军的罪行, 作为某网站历史频道的主编, 邹德怀积累了5万张老照片, 超过300本资源相册, 其中一本记录了关东军化学部, 第526部队的影像资料, 中国中央档案馆编转的日本帝国主义清华档案资料 选编戏剧战与毒气战中记载, 作为关东军最神秘和才忍的化学部队之一, 第526部队研究,制造化学武器, 不断用俘虏进行毒气试验, 并向中国军民驱发射毒气弹, 以观测效果, 还向731部队提供化学毒剂和试验器材, 然而,详细证据在日本投降前, 几乎被全部销毁, 逃过了战后审判, 搜集照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初在东京、大阪等地的跳蚤市场和古董店, 邹德怀逃到了一些清华日军的纪念慈悲和军席, 但始终没买到老照片, 一说想买清华日军相册, 店主就意识到, 我可能是中国人, 对我微笑, 就是不愿意卖给我,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公知于众, 搜集团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 希望我收集的这些证据, 有朝一日能够被世界所知, 让那段不开回首的黑暗历史, 永远警醒后人, 老人去世前把衣服送给了他, 我们好, 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 近日, 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一在北京举办, 在口述历史之夜的讲台上, 白发苍苍的齐红, 身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西装, 我穿上杨老先生的衣服, 感到身体特别轻, 好像他的灵魂附着在了我的身上, 齐红生口中的杨老先生, 是曾在东北山后救济总署工作的杨增志, 在与齐红生结识的十几年中, 杨增志讲述自己的青年新闻, 成为人就日本清华殖民交易的重要史料, 在当时委满把日语定为国语的高压下, 杨增志在一篇作文中, 义正词严的写道,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 中华民族的国语就是汉语, 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 他的子女按照回族习俗, 把他穿过的衣服送给了齐红生, 这代表着他继承了养老的思想, 今年74岁的齐红生, 退休前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普通职员, 刚开始做口述史事工作需要, 后来在与日本做历史文化交流时, 他发现, 有关满洲国的档案是日本人留下的, 中国人没有话语权, 于是, 齐红生开始搜集日本清华殖民教育的口述历史, 用历史亲历者的证言证悟, 来改变日本殖民者构建的话语体系, 35年来, 齐红生和团队自筹经费, 对2700亿名日本殖民时期的亲历者, 做口述访谈, 收藏了1000多册老课本, 3000多佛人版照片, 3万多张直至图片, 证据巨沙城塔, 2005年, 齐红生主编的《见证日本清华殖民教育》出版, 书中收录了12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 他们都是在1897年至1934年间出生的 日本清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 现在, 又过去了13年, 齐红生搜集的口述历史老人人数又翻了一番, 已达2700多人, 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和文字资料, 还原了日本当年在东北进行殖民教育的历史事实, 齐红生说, 要想让历史走出迷雾, 只靠日本人留下的档案材料不行, 只靠宏大叙事理论推理也不行, 必须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修方法, 请千千万万历史亲历者站出来, 用证人, 证言, 证人说话,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15日宣布, 澳方正式决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但其使馆不会从特拉维夫前往西耶路撒冷, 并表示巴里问题解决后, 将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并莫里森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决定不仅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不满, 也被认为是为澳大利亚国内选举而展开的一场政治算计, 18日, 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 将在阿吉开罗举行会议, 讨论这一问题, 没有一方对此决定表示欢迎, 据莫里森解释, 澳大利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是因为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会所在地, 也是许多政府机构所在地, 不过他强调, 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之前, 澳大利亚使馆不会从特拉维夫前出, 我们期待着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在最终地位确定之后, 将我国大使馆牵制西耶路撒冷, 而在过渡期间, 澳大利亚将在西耶路撒冷, 设立一个防务理贸易办事处, 另外, 莫里森称, 澳大利亚支持巴以双方以两国方案解决争端, 在和平解决后, 澳大利亚将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已经公布, 当即引发了众多伊斯兰国家的不满, 巴勒斯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埃及等先后发表反对声明, 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赛伊布埃雷卡特在声明中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 这一决定是不负责任的政策, 出于狭隘的国内政治因素, 与世界和平及安全相违背, 印尼外交部也谴责了这一决定, 但同时提到已注意到澳方没有立即搬迁使馆, 据分析,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如今, 印尼正就贸易协议与澳方谈判, 双方实时未能签署协议, 缘由之一, 正是印尼方面不确定澳方对巴以问题的立场, 因此, 澳大利亚政府推迟了更具争议性的大使馆搬迁, 如果说伊斯兰国家的不满是意料之中, 那么以色列的冷淡有些出乎意料,